這個專案就比較不一樣一點 這個比較是 其實真的是沒有什麼概念 只是很簡單希望翻譯一些東西 但這個我們專案等一下會介紹一個切入點 那主要有幾個數字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台灣的可能非外 就是說非本國籍的人數 這個是2010年統計的 比較長期居留的人數 就大概接近60萬 那後面是它相關的國籍 那在今年8月底的一個 最比較近期的統計 非中華民國籍的人數 可能包含遊客、訪客 就有60萬以上 然後如果來看一些 以配偶的這個身份 它的元屬國籍大概有這樣的一個分布 就好像都是五六十萬這樣的數字 但是這個 可能因為語言的關係 所以我們一般的生活環境 或者公共空間 甚至一些指標 交通號制 不一定有考量到一些多元的使用 那所以這個專案有點像是 其實我們想要介入 不一定是那麼直接的翻譯的工作 反而是說 像一個公共空間它可能有一些號制 有一些指引 它是一個業務機構所去執行的 那但是如果業務機構它對於這樣多元的情境 大概沒有什麼工具去處理的話 它可能也沒有辦法把這個公共空間做得比較親切 所以我們希望打造一個工具 是說它可以方便像這樣的一個單位 它如果今天要做一份文件 它很快就可以做出一個多元的 甚至至少只是關鍵字的一些多元的並列這樣子 所以有一個簡單的想法 就是我希望要翻譯這個東西 那它可以是把相關的語言翻出來 那當然這個語言的選擇 也可以因應那個主管生的主管理論 就是業務單位它希望用什麼樣的語言 比如說桃園市它如果今天要做一些政令宣討 它就特別需要一些所謂移工或者是外籍的這個 有特定的語言會比較主要的 甚至它可以做一個 有點像排列的方式 那這個東西有可能是純文字的 也可能是一些獨當的事處 那所以這個後面就看一些情境 那第一個照片是在228和平公園的一個 地面的一個設計 它就把和平這個字翻成很多的語言 那像一般的外籍人士 他所開設的店 他也會做這樣的事情 連張慶忠他自己的六尾辦公室的服務 都還是有點sense 就是坦白這個 因為它真的做到在中和門那邊 那我們看西雅圖的一個 人本交通的一個諮詢的計畫 它其實就會定列相關需要的一點 因為它需要 它是一個公共政策 所以需要每一個主意都來討論 那如果回來看我們一些界面的話 其實還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事情 包含一些比較警告式的東西 真的假設今天真的有一些戰爭 好 講完了 好 謝謝 好 我們請下一位 不可不可以 感谢观看